我每天都要抱着她 可是我妈妈很简厉 我也是我没办法忘记她 抱着和女儿小珍食指紧扣的手磨 小珍妈妈哭到无法自拔 住在台中年仅16岁的小珍 前年一月忽然反复发烧咳嗽 到医院看诊检查 发现是急性骨髓性白血病 小珍做化疗病况一度稳定 去年一月进行骨髓配对 和妈妈干细胞吻合 接受移植手术 以为可以健康回到学校 和同学一起上课 没想到几天后病情急转直下 在她迷流时 除了吵着要回家 也嚷着见最喜欢的韩国男团BTS 她喜欢这个 她一夜她上病的时候 她赶快去当小珍子的时候 她们不是每天都该给她听的 小珍的病情越来越糟糕 安宁团队和她的主治医师 儿童癌症 权威吴康熙百般不舍 决定趁小珍清醒时 帮她们一家三口 制作手磨当作纪念 而在手磨完成的隔天 小珍就过世了 这是家庭的 这是爸爸的 她本来没有这样胖胖的你的手 因为她有一点水族 我很希望家的美女 我会当她的妈妈 因为她很贴心 很好的女儿 真的很快的女儿 孩子的一个敌事 对一个家庭 尤其是妈妈 爸爸 尤其是妈妈 她可能会放下 所以我觉得手磨这个东西 我觉得非常理解 小珍妈妈悲从中来 只能堵物私人 但没看一眼 眼泪就溃蹄 我溜鸡眼的 她生日 我在燕南帮她做生日 小珍妈妈说 小珍是懂事的孩子 治疗时怕爸妈担心 从不喊痛 看诊时发现衣食太累 还这样跟妈妈说 去买这个饮料的时候 她说妈妈 她买一瓶这个馒油给无医师喝 可惜这瓶蛮牛 没有机会送到医师手上 吴康熙表示 儿童癌症发生率为万分之一 急性骨髓白血病 发生率十二万分之一 后发于青春期青少年 治愈率约五至六成 进行骨髓移植后 治愈率高达七成 但有二至三成复发率 小珍就是那复发后 不幸往生的个案之一 地方中心 台中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节目中 创业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